你有沒有試過在玩Pokemon的時候 被電速技能打中會麻痺 被兵速技能打中會結冰 被火屬技能打中的時候會消傷 就連用95%命中的招式都會失誤? 這樣的話以下這隻改版就適合你了 在這隻改版裡面你的對手永遠都可以爆擊 永遠都可以有追加效果 這樣的話就不用再猜會不會是自己非洲的問題了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回到Pokemon 的非洲版 在第二集就想宣佈一點點 有善人告訴我 原來上一個版本的改動是不正常的情況 可能是一些奇怪的狀況 不應該出現的鐵炮魚 以及之前那些四十多的都應該不會出現 有機會可能是因為我用的不是火熊 因為它是要用火熊的 但我用了葉龍 所以可能出現了一些問題 然後它這個版本真的改了它某些技能 例如可能是... 其中之它的撞擊是變了100% 我剛剛檢查過 而車利龜也是一樣的 而這次呢 我當然也會選回小火龍 因為我們上次都選了小火龍 而且我覺得小火龍應該會有一點挑戰性 所以我們選小火龍 那它是...穩重性格 不知道選什麼 不記得穩重這個性格選什麼 OK 好 那我們選車利龜 應該理論上它應該第一次爆擊 我應該一下死 兩滴血 沒錯 兩下爆擊基本上是沒什麼可能發生的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Pokemon 除非是100%爆擊的一些技能組 OK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 而且它也沒有了每下都會踩怪的這個技能 這個設定 對 可能真的因為葉龍的關係 所以就... 奇奇怪怪 不過不要緊 我們改回正常的火熊 好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火熊和葉綠的分別是什麼呢 其實... 好像只是分佈上... 精靈的分佈有分別 其餘都沒有什麼大分別 在講講講之下我就成功死了兩次 好 好 我覺得如果撞到三滴血 我就要走 我們不應該打三滴血 我不想冒刺 三滴血 不打 現在就非常科別 很快就來到第一個城鎮 上次打很久都去不到第一個城鎮 還有一些奇怪的鐵炮魚 不過也因為鐵炮魚 我們很快就過了小江這個道館 但是... 因為有問題 那隻鏡 所以我們就唯有不玩 對 還有其實一開始有鐵炮魚 也真的蠻鬱的 你想想鐵炮魚多麼強 哇 糟糕 唉呀 真是 因為你想想 如果第一個道館有鐵炮魚 那真的代表日後在其他地區 其他地方可能都會有一些奇怪的精靈 那其實就失去了練什麼程度這個原因 可能變成周圍捉野生蟲也可以過關 那太容易玩了 然後就進去這個敬敵家裡拿這個地圖 剛才拿了 之後我們就找一隻適合自己去打第一個道館的精靈 上一集都說過了 如果他不是有鐵炮魚 我是會選猴子 那應該都會用猴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猴子的格鬥是來的 所以用來打岩石蟹應該都OK 還有小火龍的合金爪應該是用不到的 應該用不到 好 利殺 我們捉他 OK 成功捉到這裡 勇敢 加攻減速 都OK的 其實我覺得不差 然後特性是不會睡眠 不會睡眠也有用的 因為如果對面用那些睡粉 應該一下必中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的 還有我需要一些時間去升一升小火龍 好 我們只會選擇兩隻的重來打 好 好 嘩 我兩隻不夠他快 不過可能因為減速 所以不夠他快 好 回來了 經過一番努力之後 我的小火龍和喉怪都學到新技能 包括是火 火花和下踢的 其實這兩招應該都已經夠用了 因為可以踢到這些老鼠仔 不過都不是一下死 不過不要緊 總好過用這個利爪 其實也好 反而是踢不死這隻 嘩 這隻老鼠快過我 OK 我們可以試試打第一個的敵敵賽 我應該贏到吧 不肯定是否贏到 不肯定是否贏到 來 喂 唉 唉 突然飛沙腳 嘩 不行 他很聰明 踢了我兩腳飛沙腳 然後我就慢了 整隻蟲 哈哈 有點麻煩 這樣 讓我想想一下 他飛行是我們用格鬥是不太痛的 所以有機會我們還是未必夠打 可能還是要升多幾個 又或者進化了做火龍 才打 應該才會贏到 好 現在呢 喲 喲 喲 還有小火龍都升到十幾個 但是呢 後怪除了招新的格鬥技之外 沒有新技 而小火龍就多了招合金爪 但是呢 95名中 所以都是不會打中 OK 我們現在馬上試一試打第一個的敵敵 來看 我這個是用夜爪 CAN 一開始就用飛沙咀 火花 火花 OK 你又換一換 再用夏敵 他應該很痛 因為他 車力氣力應該都很重 嘩 不重 好像那麼輕 OK OK 火花飯多多 火花飯夠少 火花飯很少 阿 捏 有新技 兜 這招厲害很多 應該比下踢厲害,因為下踢是計算她的重量 重量越重,打下去的傷害就會越高 手刀劈她好像不痛 OK,有機會,劈她 扣得多 死 好球 手刀劍強 我們打小拳石應該就非常輕鬆 沒什麼特別的 好,又來到上半森林 講開又講,其實一開始葉綠版的版本 為什麼會這麼難打?是因為有鐵炮魚擋住 否則也不會太麻煩 而這個呢,少了鐵炮魚 少了鐵炮魚,她的阻擋其實差很遠 敵人其實不算很難打 如果你可能是新手少少的就未必打得贏 但如果老手的話應該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只要習慣了她的爆擊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存在呢 就是我想試一下 如果我用一隻不會爆擊的寵 去到抵擋她的攻擊會不會都爆擊呢 我想試這個 而據我所知不會爆擊的寵 在舊世代裡面應該只有鐵甲背可以做到 所以遲些我會抓鐵甲背 即是可能去到冰洞 冰洞 冰洞的位置我會抓鐵甲背 抓鐵甲背去實驗一下 好 好 這裡把小火龍進賣化 我們馬上進去打道館 輕鬆 超容易玩整體遊戲 不過說了又說 其實我覺得 不算很難 如果是這樣 不算很難 現在對我來說應該很簡單 這個應該下踢 下踢好像不是很痛 手刀好像比較痛 哎呀又踢我沙 好 我們馬上挑戰一下這個小肝 這個也有手刀 剛才測試過 噢 噢 秒了 這樣就輸了 這樣就要輸了 給了128元 OK 買些精靈頭 買些雙藥 穿洞性 OK 就這樣吧 完全是靠猴子來打的 這個小肝的話 這個大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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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應該是因為 一血巾 剛好一血 躺在 火花 哎呀,岩石峰減了速度 差一點,其實如果猴子升多一點應該可以 或者今場有機會,因為他一開始沒用攻擊技 十七歲死,剛剛好一滴血,應該贏了 非常好,進度良好,第一集已經穿過了第一個導管 我們快點打回那個動月位,因為我們上集的劇情就是去到動月位停了 好,接著我們暫時要思考第二個導管的準備 第二個導管就是水系導管 水系導管其實要用雷或者草打,但我兩隻都沒有 雷寵如果是第二個導管之前應該只有比加超 然後草寵應該就...只有派拉絲,這裡沒有派拉絲 派拉絲有沒有用途 糟了,中了毒 應該沒事的,這裡有避過去 啊!避不過去 應該贏吧 OK 成功啦 這裡沒有人擋路 好 又來到這裡是鯉魚王的PC 但今集我就未必會去插鯉魚王 因為...我想是時候要用其他精靈 還是不要用鯉魚王 經過我心思熟慮一下,還是不要用鯉魚王 炸我八滴血 在麻藥 是不是有派拉絲呢? 好像沒有派拉絲 這一層 再來一次 他用叫聲 小拳石 小慈怪 再見了 小慈怪 這些就應該不會怎樣打贏我 對呀! 還有... 他的自爆是會爆擊的 剛剛才升起 我... 當我看到砰砰的時候我才升起 對呀! 那些自爆是會爆擊的 如果他一爆完我就會玩完 大大力的爆炸 這個 找化石有時候小光會來幫忙 小光會來幫忙挖花石 肯定不是 去看燈山女 燈山的女生 煙幕 可以遮蔽這個視線降低對手的命中率 有沒有用呢? 先用一下吧 好過合金爪 看得不用得 喇叭牙 OK 這裡是誰 咦! 派拉絲出來了 派拉絲有沒有... 有機會用到 派拉絲 小偷 皮皮 派拉絲其實可以用一用 我覺得到 但是... 我想找一隻高低一點 有沒有10低 好啦! 我們唯有抓8低這隻 嘩! 對呀! 我一碰他馬上中了包子特成 看看 溫神? 溫神好像廢了 溫神好像有點廢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們用猴子碰他應該沒事了 稍後用格鬥技打他 立即麻痺了 他那個什麼 他的非洲特性 嘩!他這個麻痺是一定動不了嗎?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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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非洲... 非洲效果是... 不理什麼%都100% 觸發 包子完之後的麻痺也是 有幾個狀態 我們一定要死 第一個就是麻痺 第二個就是... 揭兵 第三個就... 應該沒有了 還有... 如果是這樣 第三個導管雷 是不是很糟糕 我們要抓一隻地寵 是不是又是... 哪個出場的時候 是不是又是地鼠出場的時候 看一看款似是 嘩! 嘩!很痛啊! 他做了什麼來啊? 痛成這樣嗎? 吸血 他吸血 爆擊扣了三滴血 獄之石 7滴血 現在最高就是我那隻 但我那隻... 有點缺陷 那隻有缺陷 那隻有缺陷 嘩! 咬死了 煙光石火那麼兇 10滴血 Oh my god 麻痺了 走都走不到 真可憐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打得贏 這個位置 毒氣遠嘛 不是啊! 哎呀! 運血一定打自己 一定是三彎 然後每一彎都打自己 所以為什麼這些藥這麼重要 就是這樣 先用火龍先 第一波 燒啊 好 準備選擇化石 嘩! 毒霧 不過不要緊要有毒霧這些 雷電球 OK 不怕 行 貝之化石 龜河化石 龜河化石 龜河化石是誰 貝之化石應該是... 那隻叫什麼 多刺骨石獸 龜河是不是... 鐵甲蓉 不是鐵甲蓉 鐵甲蓉 鐵甲蓉 又是貝之化石 又是 因為我印象中記得 貝之灰石... 貝之化石好像都可以... 抗爆擊的 OK 火恐龍倒一下 這裡是不是要跟他講話 學技 但是這兩招不是100%名中 我們過來買一買東西 這裡 這些要買多一點 解蠻龍清醒要買多一點 OK 一次過花光了 不要想太多 我們先看看 火恐龍應該是完全不適合的 但其實派拉斯也不適合 派拉斯也不適合 因為他只有利爪 他太低了 他連一招草技都沒學到 所以我就算抓他回來也沒意思 先用猴子升一下 OK 麥海馬 手刀 嘩不行 贏不到 嘩... 還有鋼命中 這裡要找黑屬性去打 如果不是黑屬性的話 這個位置很難打 對 對 忘記了你也在 有機會還是打不贏 他一個風車撕死我 因為飛沙腳我就收了功了 不是 其實我會擊死在這裡 應該不會吧 有些勁重在這個位置 阿花蛇 怕地面和超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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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好東西 還是這裡要把火可龍變為噴火龍 壓定了 又是這樣 嘩...不行 有點麻煩 可能要抓多些重去做替換 因為中了異常狀態 你一定要找東西替換 否則會很麻煩 好 今集這個非洲版的Pokemon 就先玩這裡 下集就計劃一下 究竟如何打這個華岩道館 因為他們有些幹命中的手段 還有小貓或MK仔 那裡也是 那裡需要打贏他的比比鳥 比比鳥又會用 幹命中的技能 所以很麻煩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還有留言 拜拜 鍵